Hello 大家好 我是极品阵语名称律师的胖达 今天要说是一位女演员 一个人就撑起了乡村剧的半边天 她就是打扮了整个扎家班的乡村剧女王 王倩华 王倩华毕业于西安市一校 刚毕业并开始出演话剧 当时的她身材匀称 长相俊俏 才英手护作品《牛子后宇富临城》 随后也参与和平年代 同在认真踏实的演技受到观众们的喜爱 但是真正让她一放二红的电视剧 还是当家门女人 在里面饰演张居湘 并凭借这个角色 摘得24节飞天奖优秀宁业演员奖 之后王倩华随让了农村妇女形象深入人心 随后继练出演了多部以江村体赛为主的电视剧 江村剧女王的立威从此点点 她当初当时曾受到一道闪电 身材和颜值都没多数 可是后来却越来越胖 这是因为她和李连杰换上了同样的命 假装羡慕体导致的 如果胖了之后的她 反而更适合演行星两母的角色了 为了将自己的形象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曾经在脸上眨了200多张 并做了一系列的微整容 这些都是她在节目中作为坦漏的 作为一个女人性和观众人物 能在公共场合提到自己的整容 但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而从另一个画面来看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坦荡的女人 第一次是 您怎么看呢 欢迎去论导致我们 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